台南千里股聊聊财经事 财经实际和大家一起从历史角度解读财富密码 今天是2022年金融市场投资开始的第一天 去年大家有没有想过是哪个行业最赚钱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讲新能源汽车 大概是最赚钱的行业 虽然半导体也很好 大家都喊着缺心 所以大家可以看 尤其是台湾地区几家的半导体公司 天天月月日日年年都在涨价 但是万民哥去看了那个股价 他们的股价其实到了一个高点以后 好像没办法突破 也就是说今年以后 甚至于到明年 半导体新的产能开出来以后 半导体的市场行情 还能不能维持像过去两年 天天涨涨涨的这种势头 目前还很难讲 但是万民哥要跟大家点出一件事情 汽车缺心的主要原因不是产能不足 是需求量太大了 需求量太大了以后 才造成缺心 才造成所谓的产能不足 需求量什么最大的 当然就是新能源车 因为新能源车使用的芯片 还有它使用的芯片的规格 都比较高 所以让很多半导体厂 忙着赚钱 都没有办法思考 未来他们该怎么样继续走一步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时间都花在 现在要怎么样进一步的扩大市场占有率 这是所有的业者共同的想法 所以万民哥很肯定的跟大家讲 今年新能源车还会很强很好 新能源车好的话 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它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看今天的封面 万民哥定的题目是锂时代 为什么呢 因为新能源车都要用锂 用锂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 三元锂电池 帕尔士BRD的刀片电池 它的主要原料都是锂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闪电侠 从充满电光的事迹中冲出来 图的左边是电动交通工具 这个日清月异 现在大家都讲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 但万民哥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可能有电动飞机 那你就可以想起来 电动飞机或者电动飞行器 不管是飞机还是直升机 他们所使用的电池 可能也离不开离 当然现在有人说用钠离子 有人说用铝离子 万民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任何一个科技的行程 不是一天 或者短短的几年之间就可以 达到全面商业化铺展开来 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也许真的有铝离子电池 或者所谓的钠离子电池 这些概念或者在理论上都是可行的 但是什么时候商业化 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今天看 所有的财经媒体一打开 大家一定会关注到一条新闻 我们看这张图 就是特斯拉股价 昨天在美股里头大涨13% 为什么呢 2021年第四季单季特斯拉交车量 超过了30万辆 连续6季成长 大家对它的后世认为大有可微 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特斯拉的生产厂 主要是在加州 德州的厂刚刚启动 德国的柏林厂也刚刚启动 效率最高的是上海厂 但是随着德国柏林厂 还有德州的厂 陆陆续续的进入 或者说导入全面生产的话 一般预估特斯拉在 2022年以后的交叉能力 会比在2021年以前 大幅的这种成长 我们看左边这个图 是国内的 就是中国的特斯拉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用 这个中国的特斯拉 因为看现在这个比亚迪 就是中国的特斯拉 它在12月份 11月份 11月份 单月的交车量 都已经超过了特斯拉 也就是说2021年第四季 比亚迪 新能源车的交车能力 已经大幅领先或者拉开跟特斯拉的距离 所以特斯拉有四个厂 比亚迪 在2022年以后有六个厂 它的2021年的成绩也出来了 全年总交车量是73万辆 但是新能源车高达59万辆 59万辆里面有32万辆是纯电动车 另外其他的是油电混合车 成为全球新能源车最强大的一股势力 比亚迪的快速成长 其实很大的一部分 就是中国市场的迅速崛起 2021年中国全年的新能源车销售量 应该可以突破350万辆 这个最新的数据 趁年会还没有公布 很多人大胆地预测 2022年中国新能源车 可以突破500万辆 甚至于600万辆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新能源车所使用的锂 电池它的市场规模 相信会随着末端市场的需求 不断地增加 在持续的这种扩大 我们来看 这个是宁德时代的股价 2021年最高的时候 达到了692块 从11月份以后开始回档 最新的价格是569块 市值仍然高达1.3万亿 很多人说宁王 还可不可能再创新高 外民哥不是股票分析师 不能给大家任何这方面的答案 但是可以把背景 这个跟大家拿来分享 像这个背后的是 这个周K线图 时间是从2020年10月 到2022年 你可以发觉 这个一路上 其实宁德时代都没有休息 从技术还有量价的角度去分析的话 股价持续这样子涨了一年多 它其实应该休息一下 累积更大的能量 因为你跑得太快的话 还有可能很多投资人 来不及上车 所以你要卖下来 甚至于退回去 把后面想要参与这个行业的投资人 让他们一起上车 他才能够冲得更高 走得更远 这是万民哥自己的一点心得 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回过来看 理念石这个行业 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 它怎么样去创造 这个所谓的理时代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2019年 诺贝尔化学奖的三位得主 美国的古迪拉夫 还有爱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负责人 汉廷二姆 那另外一个就是日本的吉野章 他们为什么会想要去 这个开发这个锂离子的电池呢 锂这个元素从1817年就被发现 刚开始它只是用在什么地方 用在隔热 用在防水材料上 用途非常的窄 因为隔热材料的话 可能有很多比锂还好 或者说防水材料的话 那更多了 不见得需要锂 所以长期以来锂这个元素 这个矿基本上是被忽视的 或不被重视的 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 发生石油危机以后 大家为了基于减少对石化产业 或者炭燃料的这种需求跟依赖 才有人想法子 可不可以研发出或者开发出更好的科技 来缓解石油能源给人类所造成的 不管是供给上或者说环境上的压力 然后到了上个世纪1991年以后 经过20年的发展 才开始在日本商业化 但是真正发扬光大是到21世纪 刚开始是手机 接下来就是汽车 把人类对于锂电池的需求 进一步推上了高峰 这个也把人类的历史 这个导入了所谓李时代 那它会持续多久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从科技 还有这个汽车的这种普及化 还有人类生活的 对锂电池的依赖 万民科可以大胆地预估 未来至少有二三十年的时间 人类脱离不了对锂电池的这种依赖 当然现在有燃料电池 有氢能源 这些都是很好的能源 但是他们的技术 还没有像锂电池 经过那么长时间的酝酿 大家想想看 上个世纪70年代到现在 你们知道古迪拉夫 2019年得奖的时候 已经97岁了 今年已经100岁了 你再不颁给他的话 他随时都撬辫子 因为根据诺贝尔奖 颁奖的这种规定 人死了以后 就没办法去领诺贝尔奖 就是他从四十多岁 进入盛年时代 开始从事锂电池 还有相关技术的开发 经过了四五十年时间 这个锂电池才发扬光大 然后到2019年的时候 他的成就才被诺贝尔奖的评审委员会给肯定 这是一个漫长的路程 走起来非常的艰辛 所以我们在使用各种新能源便利的时候 不要忘记三位科学家 对我们人类的这种贡献 万民哥特别把锂矿 找了一个图跟大家秀出来 基本上锂是一个非常活药的元素 所以它不可能单独存在 它是跟其他的矿物质结合在一起 所以锂的开采 锂的应用 其实还涉及到一系列的技术 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重点 那讲到这边万民哥就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一个新闻 就是三星堆的考古大发现 很多人听到这边会觉得万民哥你会不会太离题了 今天讲理时代跟三星堆的考古大发现 有什么关系 如果大家对于三星堆考古的新闻有所了解的话 三星堆考古最让人家瞠目结舌的成就 就是挖掘出一堆的这种青铜器 而且它所展现的青铜器的文化风貌 跟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青铜器文化 以殷商为主的中原青铜器文化 有一定的差异 但它也有相同之处 这个就回到了中国文化经常所讲到的一体多元 就是有一个中心 这个中心不断的吸纳周边或者内生的各种元素 然后促进了这个一体不断的向上发展 在三星堆文化刚开始出现的时候 有很多人就在思考一件事情 这个三星堆的这个文化 它到底是外来的还是中国本土产生的 它的地方就是现在四川彭地的成都附近 如果是外来的话 那不外就两个地方 一个是南边印度 从我们所知道的茶马古道 翻山越岭进入到四川彭地 那另外一个就是从西亚经过河西走廊 甚至于经过清康藏高原 进入到四川彭地 但外民哥都觉得从地理上不太可能 还是比较有可能 是从黄河中游这一带进入到关中 再翻过秦岭进入到四川 因为从地理的障碍来讲 这条路线相对的障碍比较少 所以它如果要接受外来的文化的话 一定还是以中原地区 从夏朝末期所出现的青铜器文化 慢慢慢慢地扩散到向西向南 进入到四川彭地 那最近三星堆的这种考古 发现了很多新的这种事物 其中有一个新铜器叫做磊 磊是什么呢 磊就是装酒的东西 这个磊的东西跟殷商 在河南地区所发掘的磊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甚至于看武汉地区的所谓盘龙城 考古遗址所挖掘出来的磊也很相近 这个大家都知道 商代的时候 这个政治中心是在河南 但是古人对于这个青铜器 非常的重视 那青铜器所使用的原料 在中原地区慢慢慢慢 因为过度的发展以后 开始不够了 所以呢 商人 商朝的统治者就开始派人 向南寻找制作青铜器的原料 那最主要是铜 所以后来在1988年的时候 有人在武汉地区 发掘了一个所谓盘龙城考古遗址 里面也发掘许多 跟清代同一个时期的这种青铜器 那考古人员研究以后才发掘 这个盘龙城就是商王朝 派人驻守到江汉平原 确保铜原料供应的一个政治经济 还有军事中心 所以你就可以不难理解 这个基于对于铜 青铜器原料的需求 就产生了文化的扩张效益 那这个我们现代人呢 在研究三星堆文化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问题 三星堆这些青铜器 它的原料从哪边来 大家发觉最有可能的就是顺着长江 逆江而上 然后取得或者把原料送入到四川盆地 进行相关的这种加工制造 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这种文化的交流 这就是这个所谓中国文化的青铜器时代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青铜器从夏朝末期的二里头 到殷商 到江汉平原 到四川盆地 形成了一个非常绵密 而且渊远流长的这种产业供应链 这个供应链一旦形成了以后 它就有能力 对这个文化形成辐射跟覆盖的这种能量 同样的我们今天看锂电池 或者锂的这种原料 还有相关行业的发展 还有技术的这种突破 它慢慢慢慢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产业链 而且牢不可破 所以万民哥今天看到的新闻 除了特斯拉业绩大幅成长以外 包括大众 包括通用 包括福特 开始向上游 试着去进行投资 来确保他们制造新能源汽车 所需要的锂电池的原料 慢慢慢慢地每一个人 都要想办法试着建立自己的这种产业供应链 万民哥跟大家看这张图 中国现在是全世界 锂元素或者锂矿需求最大的这种国家 我们就来看看现在全世界锂矿的生产状态 这张图是列举了几个全世界重要的锂矿的处运藏国跟生产国 就生产来讲最大的现在是澳洲 每一年产量高达五万一千公噸 第二个是智力 第三个是中国 中国现在的产量大概是八千公噸 还在慢慢慢慢增加 从储存量来讲的话 最大的是智力 总储存量大概有八百多万公噸 接下来就是澳洲 有两百七十万公噸 中国大概一百万公噸 占世界现在来讲是排名第四 前面还有一个阿根廷 所以大家看新闻 包括宁德时代 什么干风里业 国内这些所谓锂电池的头部企业 最近也积极的向外去扩展 或者去进行这种并购 这个并购也不只是中国的企业 外面哥哥刚刚讲的 包括美国的企业 欧洲的企业 都在干相同的事情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所显示的就是 最新的全球锂电池的生产能量 2021年为止 中国的锂电池生产量 大概占了全世界百分之六十 第二个是日本占了百分之十七 第三个是韩国占了百分之十五 美国 德国 还有欧洲 正在激起直追 但是他们在追 中国也不断地向前 扩展自己的影响力 估计到2025年的时候 中国的锂电池生产能量 可以达到567亿瓦斯 第二个是韩国 第三个是日本 日本虽然产量位置世界第二 但是跟中国比起来 大概只有中国的二十分之一 欧洲 美国也在激起直追 所以讲到这边 大家就不难理解 李时代的来临 它的这种辐射能量 还有它的需求 在不断地增加 而且每一个国家 或者希望在汽车这个行业 保持优势的国家或者地区的话 都积极地加入了赛道 1887年 德国的卡本斯 发明了汽车 但是汽车刚开始发明的时候 其实只是供一般有钱人使用 甚至于不被视为是主流的交通工具 如果大家对于汽车的发展史 有所了解的话 早期汽车刚发明的时候 还经常有人 这个驾着马车 要跟这个汽车一蹶高下 当然这个产品刚出来的时候 稳定性还有速度性能 可能都比不上马车 但是随着技术不断地向前推进 这个就是工业化最可爱的地方 一个技术一旦复得突破以后 它还可以透过工业化的组织制度 不断地进行这种创新 慢慢慢慢地 它的这种性能 还有表现的这种能力 就超过了马车 但是真正走入生活 被大家大规模地使用 是到1918年 福特汽车成立以后 万民哥经常讲 福特梯行车的出现 把汽车带入了人类的生活 被普遍性的大量的这种使用 也带来了美国在20世纪以后的 这种崛起 因为汽车的需求 有足够的量 可以发展出 更有效率的生产组织 把这个整个社会的工业水平 还有生活水平 还有经济发展的程度 进一步地向前推升 而且保持一定的优势 咱们中国也是这个样子 大家都知道 中国制造力那么强 如果大家认真追究起来的话 可以看汽车业 最能够代表中国制造业的崛起 尽管中国的汽车品牌 可能在全世界来讲 比不上德国那些所谓BBA 这些 也比不上日本的这种丰田 但是在产量 在规模上 在创新能力上 在组织效率上 跟这些国家来讲 已经是后来居上了 外面就跟大家再看这张图 这张图 钢铁的这种生产量 大家可以发觉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钢铁生产量 不断地扩张 到2015年以后 中国的钢铁生产量 已经超过了全世界的50% 所以全世界 你不管是推动这种基础建设 或者要发展工业 最基本的原料就是铁 铁的供需跟价格 很重要的就是看中国的 供应能力 还有看中国企业的脸色 随着新能源车 快速地要取代传统的汽车 万民哥认为 未来的李时代 中国在锂电池 或者相关行业的发展上 还会站稳全世界龙头的地位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 Antarctica Films Argentina